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来到游戏 你可能就会被翼给蠢猛死 这货绝对是用来溜的 下了飞船 你会遇到检票员 说着连他妈咪都不知道的鸟鱼跟你进行对话 真心的鸟 这也能让冰冰偷懂 绝了 第一个任务就是检票员告诉翼 飞船坏了 需要手中补充燃料 控制翼往左边走 一个人会告诉你 跳下去 跳下去之后 往右走到飞船底下 点击图标就可以获得补充燃料了 燃料任务完成 接到了第二个任务 要去安检区 是不是感觉很简单呢 好东西往往留在后面 亲友还没遇到 激情自然还不会出现 当你坐着飞船来到这儿 检票员会告诉你安检区的位置 你只需往右找电梯 然后在电梯里就会遇到今生最爱 好机友Cassie 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他们的相遇是戏剧的 一被疏头捷匪抢走了所有的财产 Cassie就顺便被捷匪抛弃了 从此 两机友就走上了一条漫漫步归路 新任务出现 带着机友一起进入安检 进入右边的电梯 Cassie是个无人驾驶机 要单独乘坐电梯 按照提示点击红色按钮来切换操控Cassie等候一下 Cassie往上走之后要下去 然后切换回忆 按照提示按键贴 之后 李和Cassie来到了行李认领处 这里会接到新的任务 通过行李认领处 一直向右边走 遇到障碍物爬过即可 记住 这里可别把小伙伴弄丢了 他可是完成任务的关键 当爬到高台无路可走时 可以先尝试让其中一个协主另一方先行通过 绝 dark 直接开始成功 Ub隊自营 疲务 变土 黄悦 不知眼尖的小伙伴们发现了没有 好机有丢了 再往下走可是寸步难行的 赶紧的回去解救开心 两兄弟集合后继续往右走 让凯西先等待帮一开启通道 同时一眼帮助凯西开启了下方的道路 最后兄弟俩一起通过行李认领处 来到敌岗休息室 继续往右走 就会再次看到舌头劫匪了 抢东西被逮着 正被警察叔叔盘问了 一眼因此找回了自己的枪 新的篇章被开启 反击的时候到了 激情发展处必有广告 本期视频就暂时到这个位置了 如果你想继续跟宾宾一起看 EUKC的激情漫漫 就继续锁定下期节目吧